前段时间真的太忙了 一年一度的WWDC这个大热点我都错过了 虽然热点没有蹭上 但是剩下了余温我拿来捂手 总是没有错吧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 虽迟但到 我还是想和大家聊聊 这次WWDC发布会里面 我看到的几个比较有趣的 关于系统的新功能 以及他们发布的两款新硬件 I'm really excited about what we have to show you today iOS10当中的第一个新功能 就是这个自定义锁屏界面 听着平平无奇是不是 而且作为一个Apple Watch的用户 我看到这个功能 第一反应就是 这不就跟Apple Watch的 自定义锁屏界面差不多吗 好像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功能 不过iPhone它有更大的屏幕 而且它有更好的处理器 所以这次它能自定义的功能 也要多一些 你可以更换你任何想用的壁纸 然后也可以把你想看到的 任何信息都丢在锁屏界面上 比如天气 而且这次你还可以在上面 自定义你的字体的颜色大小等等 总的来说就是这个自定义 这个可操作度还是很高 不过我就在想 苹果单纯发布这么一个新功能 而且把它摆在第一个位置 好像没有什么新鲜感 但是联想到今天下半年 iPhone14上很有可能要用的屏幕长量 这一下子就make sense了 如果iPhone14用了屏幕长量 但是你看到的那个锁屏啊 还是一成不变的这个布局 就感觉毫无新鲜感 但是现在有自定锁屏界面这个功能了 你就可以把你的男女朋友 你亲爱的家人 你最爱的宠物的这些照片作为壁纸 然后还可以把你想看到的所有的信息 就一股脑的丢上去 这样就有新鲜感多了 所以说我觉得很有可能 这个功能就是在为下半年的屏幕长量 在做布局 在iPadOS当中我也看到了几个比较有趣的点 那第一个让我当时精神一震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台前调度 因为台前调度在iPad当中这个任务框看起来 就和我在前一期视频当中 讲到的苹果那个iPad配件专利当中 看到的那个描绘简直一模一样 不过不幸的就是 这也是不是从侧面印证了 iPad还是没有可能用MacOS呢 但是苹果给了iPad这样一个功能总还是好事 还是让它和Mac有一些接近了 不是 但是我还是更希望苹果能不能下放一点 专业的软件到iPad上面 毕竟iPad Pro这么强劲 这么过剩的性能 实在是有些浪费了 更何况今天下半年 还有可能更新M2新鲜的iPad Pro 哎 性能过剩的更多了 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新功能 就是同波共享功能 苹果的介绍就是 它可以帮助你和你的朋友 更快的进行游戏上的联机 那苹果在发布会当中 的宣传片里用的是NBA2K22的游戏 作为宣传 这就不仅让我想象了以下这么一个场景 在辛苦的工作和学习了一天之后 回到家中 点开iPad和朋友来一场快速的NBA2K连击 是不是想想精神都为之一振呢 不过这个新功能呢 要到今年的年底才能得到更新 所以到时候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会带来这个功能的体验 那今天视频重点 我还是想聊一聊 苹果发布的两款新的硬件 就是M2的MacBook Air和MacBook Pro 那要讲这两款新硬件 我们肯定还得先聊一聊M2 作为M系列芯片的第二代产品 它在CPU上的性能 要比上一代提升了18% 在GPU上提升了35% 那关于M2CPU的性能 其实各家的Benchmark分数测评 也都已经出来了 基本上就和苹果在发布会讲的18%差不多 有一些波动 但是就在18附近这个范围里面 那毫无疑问这次M2芯片肯定比M1 还是要抢上了不少 那MacBook Air在这一代也得到了外形上的全新的更新 尽管和几个月之前的一些留言上的 这个更新的幅度有一些这个出入啊 它没有用这个像24英寸iMac一样的全白的边框和键盘 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还是得到了印证 比如说它的楔形设计这次被舍弃了 转而采用了和现在14 16英寸MacBook Pro相同的设计理念 尽管这一次它在性能和外观上都得到了不错的更新和提升 但是这次我并不打算购买MacBook Air 其实在前几天苹果放开了预购之后 我也是纠结犹豫了好几天 那最后让我下定决心不购买的原因 还是它的价格 这一次9,499元的起售价 几乎就和它同时发布的M2 13英寸MacBook Pro一个价格了 尽管它有着新的芯片 有着新的这个设计 但我觉得花小一万块 好像还是对我来说 我的需求来说还是不太值得 因为我的需求就是想着能够拿着它比较轻薄 然后可以随身码码字 我应该不太会拿它用来做视频的剪辑 或者是照片的编辑等等 所以小一万块的价格真的让我很犹豫 这次M2的Air和Pro到底该选哪一台呢 那我个人觉得这一次还是选Air会比较划算 毕竟它得到了全新的设计 而且在它整个影音系统以及摄像头上都有不小的提升 而M2的Pro呢使用的还是上一代的模具 尽管它有了新的芯片 但是别的变化跟上一代几乎是一样的 就是没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购买13英寸Pro 不外乎就是以下两种情况 一个就是你想尽大限度的发挥M2芯片的性能 因为Pro是有分扇设计 Air是无分扇设计 另外一个就是你真的非常讨厌刘海评的设计 毕竟13英寸是现在唯一一款没有刘海评的MacBook了 所以且行且深吸如果你真的很讨厌这个刘海评 那你确实就只能购买13英寸的Pro了 那对于手持的是M1芯片的MacBook的朋友们 这次要不要升级呢 比较理智的来说这一次升级的意义是并不大的 因为M1芯片即使放在现在它的性能 我相信依然可以满足90%的日常性能的需求 所以这次多花这么多钱升级的话 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个那么明智的选择 所以我更推荐手持比较旧的MacBook的朋友升级到M2芯片 而不是从M1升级到M2芯片 那以上就是我这次对于WWDC的一些个人的看法 我当然也知道很多朋友一定对M2芯片的性能表现 到底怎么样非常的感兴趣 那我也看到这几天有很多媒体的测评数据都出来了 我也会去收集一些这个数据 然后收集一些实际的使用体验 给大家整理一期更完整的M2芯片的性能 以及该如何选择这次机器的视频 如果想要看到这期视频的话 请在留言和弹幕里面告诉我 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商费所和科技爱好者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